今天來看上節目 因為踢爆房東張淑金的母公師傅李麥克 一氣爆紅 但是他坦言其實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他很擔心家人會被恐嚇 就連他的粉絲頁現在也開始狂善好友了 就是害怕被人包覆 電影中恐怖分子打到白宮恐嚇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 有正義哥稱號的李麥克身上 不懂材料錢 工錢不要算 不會超過50萬 你講的喔 你講的喔 你帥大哥還厲害 你講的喔 我講的啊 我講的啊 做了20年的母公師傅李麥克 就回上節目告上房東張淑金 踢爆他的誇張行為 但背後冒著被恐嚇的風險 恐嚇是還沒有啦 但是我們自己男人不怕 女人會怕 張淑金 他們 黃朵他們會來報復 不怕被恐嚇粗獷的外表 正義哥還被網友拿來逼一逼 電影精兵總動員中卡通角色 欺負方正的榜形長下巴 兩個人簡直一個模子 甚至紅到開了粉絲頁 但就怕被房東追殺 第一天上電視誤收那五六十個 之後再來我那五六十個 砍了一半出去了 充滿正義 李麥克參與海上的救生協會 擁有潛水救援等執照 平日也關心公益社運 做對的事情 但是現在就是不要讓我老婆家人再受到擔心害怕 不知李麥克房產專家 所未過去做過賤上和房仲 後來轉戰媒體 就是不想被恐嚇威脅 我看到了東西 所以我完全不擔心說今天他要來告我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 那果然其實他們就是恐嚇一下 他們也不敢怎麼樣 因為畢竟他們內心心裡有虛 挺身而出 為了家人也得學會保護自己 我盡可能的還是用秉明的方式來 秉開就是跟我本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家人也受到保護了 勇敢站出來爆料 房產專家Sway 和目光師傅李麥克 揭拔黑心的背後 也得承受旁人難以想像的壓力 東三台的新聞綜合報導